原标题 一种普通百姓的东西 比如讲到孙权孙策时 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龙中 决策战长将孙氏报仇中 吴太后说到了自己儿子出生的事 文中是这样写的 建安十二年 东施玉 全母吴太夫人病危 赵周瑜 张昭二人志 被曰 我等吴仁 幼王父母 与第五景图居乐种 后嫁与孙氏 生四子 长子侧生时 吴梦月入怀 后生四子权 又梦日入怀 不者云 梦日月入怀者 其子大跪 不幸策早丧 即将将东西夜付权 万公等同心住之 无此不休己 也就是说 他的长子孙侧出生时 梦见月亮进入怀中 儿子子孙权出生的时候 梦见太阳 进入怀中 太阳也好 月亮也好 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天上罪 亮了天体 它们通常被人们看作 是最有前途的人 或者职业的比喻 在古代 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不还是有太阳神 月亮是老 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太阳崇拜 月亮崇拜 对了 小编还想起来了 魏国的建国之君 曹丕出生时 是天子气 出生的房子周围有青紫色的气 久久不肯散去 还有呢 刘禅出生的时候 是一厢满市 甘夫人还梦见吞下了北斗星 所以给刘禅取点阿斗呢 刘禅出生时 还有仙鹤前来道鹤 看来要想成为一国之君 或者说类似国君地位的人物 出生时 老妈必须得做不同的梦 或者说 必须有香气才行 看来我们的孩子出生时 一定要准备好 给老婆做奇怪的梦的引导 还要准备足够多的 有颜色的香料 你觉得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